今次為食PTU的第一站 我們先會上到雲涵街斜路上的安慶台 這裡雖然是一座商業大廈 不過原來內有乾坤的 走進去之後 我們就發現位於大廈地下 有一道食日本菜的地方 進來這間日本餐廳 氣氛和裝修都帶點神秘感 紅色長身加上人物壁畫 夠了腸硬 而餐廳也設有酒吧位 魷魚居酒屋感 方便吃東西之餘 客人亦有地方可以把酒談心 照顧大家不同的需要 Yowa 你有沒有看到 這裡的牆上有很多大廁所 其實這些全都是日本的雙貨手 看到他們很輕鬆地喝東西 正如我們以下來 都要享受這裡的美食一樣 Elika 我們第一個要試的 就是這個 皇帝卷 師傅選用了圓條的北海道皇帝蟹 再包了一層紫菜拿去炸鍋 吃的時候不是這樣吃的 那怎樣吃 吃的時候是要點醬的 你知道這是甚麼醬嗎 芥末醬 錯…是秘製的蟹糕醬 是嗎 第一口吃的時候 就想為甚麼醬沒甚麼味道 但原來是延遲了 延遲了差不多4秒左右 之後你就會感覺到 那個很濃郁的蟹味湧出來 非常之澎湃 沒錯 完全可以令這個皇帝蟹卷 再添一份層次 接著不如我們試試這個 這個就是招牌米利漢堡 你不要看它小小 其實它非常之有霸氣的 它用了日本高級A4和牛做的 你看看比這個漢堡包更大 我第一口吃下去 那個和牛是非常鬆軟 還會帶點彈牙 上面它用了一個鵪鶉蛋 加了鵪鶉蛋汁在裡面 所以吃下去 它的口感我覺得 會比較滑一些 還有濃厚一些 但就沒有說奪走到 本身這個這麼漂亮的和牛的原汁原味 這個就是三文魚他他醬配自家烏冬 吃的時候就可以沾這個三文魚他他醬 加起來一起吃 還有師傅還加了一些 地製挪威的三文魚碎 還有一個鵪鶉蛋在上面 那就可以混合一起吃了 我覺得凍食的烏冬 其實不需要太花巧 可能真的加一個他他醬 酸酸的已經帶出烏冬的味道了